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淳 他曾这样评价看守所 你可以当他是在开玩笑 但里面的人确实有点东西 今天我要讲的番剧 就和犯人有关 这群犯人坐牢的原因 你一定想不到 有人因为饭菜香 有人因为有好床 有人进来当所将 有人害怕外面又杀人狂 他本赛是真超喜欢这里 这部番就是黑白来看守所 南波看守所 位于一个无法明确地理位置的孤岛 因为这里是国家最高级别的机密地点 这里有坚不可摧的牢房 有世界上最强的预警 当然与之对应的 是世界上最难搞的越狱团体 13间13房的四名犯人 就是传说中的越狱天团 13间13房 那不就是2B吗 这四人分别是11号粉毛 25号绿毛 69号紫毛 还有15号男主 这四人曾经在世界各地的看守所不断越狱 并且成功率达到百分之百 成功的关键就是男主 男主这个人很神奇 他是生活娱乐样样不通 异性感情根本不懂 他只会一项技能 开锁 不管带不带密码有没有锁眼 他摸上就能给打开 但其他人也不弱 看人家带着大铁球到处溜达 就知道这体能绝对是无敌 四人一路逃过了闭合的墙壁 躲过了释放的毒气 闯过重重关卡四人终于来到了最后一扇大门 虽然锁很多 但男主瞬间就给打开了 你以为四人逃出去之后就有自由了吗 并没有 门外是南波看守所的最强预警 小一 我本以为男主这边四打一胜券在握 但没有想到小一一个人就解决了他们 全员帅不过三秒 小一战斗力爆表 而且是毫无非力的那种哦 在这个世界里宇宙的尽头是小一 呃不 宇宙的尽头是光头 其实这种越狱戏码每隔几天就会上演一次 小一非常气愤 能不能减少越狱次数 拜托 光头也会累的好吗 但正所谓 能力越大 能力就越大 在这里除了小一 别人根本就抓不住他们 所以为什么还要把他们关在一起呢 而且这牢房真的有够离谱 有榻榻米 有窗户 甚至还有电脑 男主几人经常会在网上看到有关杀人事件的新闻 然后集体请求小一不要把杀人犯关进他们房里 做人难 做男人难 做一个狱警更难 但对于小一来说 做伟娘的哥哥才是男上加男 没错 他有一个非常喜欢女装的弟弟 看弟弟这浓密的秀发 我似乎知道了小一光头的原因 这天小一被狱长叫去了办公室 在小一眼里 狱长是非常严肃的一个人 但其实狱长已经暗恋他很久了 这无处安放的暗恋 导致狱长经常出现这种反差萌 不意间碰到手指 也能成为心动的信号 就连小一滴过的汗 他都不放过 也就是办公室里还有别人 不然估计狱长能直接对小一 飞孩子 这次狱长找到小一是想知道 为什么男主四人来这之后 越狱频次降低了 以前在别的看守所 这几个人可是一天都待不了 小一表示 我长话短说 但说来话长啊 绿毛是在美国的贫民区贩毒被捕 经检查他患有对食物过敏和未知的疾病 因为讨厌吃药才越狱 但来到南波看守所后 药物正好是绿毛喜欢的口味 所以他就放弃了越狱 紫毛是因为打劫引发暴乱而被捕 但他是个吃货 他以往越狱都是因为看守所的饭太难吃了 现在不逃是因为这里的饭好吃 粉毛是出入地下赌场时被捕 他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和女生约会 以前都是因为有约会才越狱的 他现在变安分了 单纯就是最近没有约会 朋友们请真心和另一半的约会时光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是怎么来的 最后是男主 他因为盗窃罪被捕 但收监当天他就逃走了 他进过很多监狱 也逃脱过很多次 小一也没查到男主越狱的意图 所以只能判定男主为一个兴趣使然的罪犯 但其实男主越狱是有原因的 以前他还在别的看守所时 有人趁他熟睡之际 给他的四肢和脖子戴上黑夹锁 他这个开锁天才都没有办法摘下来 那晚他隐约看到了一个脖子上有伤的看守 他认定是这个伤疤男做的 他想打开黑夹锁重获自由 于是他辗转了世界各处的看守所 寻找这个伤疤男 最后循着蛛丝马迹来到了南波看守所 他有信心在这里会找到伤疤男 转眼就到了新年 每年新年南波看守所都会举办新年大会 就是由狱警带着自己管区内的犯人进行比赛 胜利的队伍可以实现愿望 小一肯定是在孕育天团了 这就像在学校里一样 调皮捣蛋的学生自然是要参加运动会 第一项比试是新春试笔也就是写新春祝福 大家都推荐男主去写 理由很简单 私人里只有男主是日本人 别人都不会写日语 但让大家万万没想到的是男主也不会 设定呢设定都忘了吗 他只会开锁呀 一个平平无奇的锁匠而已 最后还是小一上场 凭借着他的出道教师资格证拿下胜利 我发现小一除了没头发以外 简直就是完美 第二个项目是打年糕 小一派出了吃货紫毛上场 与紫毛对战的是五间八房的梁 梁的主要目的根本就不是打年糕 而是打紫毛 这俩人曾经在一间牢房待过 而且有过节 过节指梁曾经被紫毛暴打 梁冲上去就是一个报仇雪恨脚 紫毛抬手挡住 随后紫毛抓住梁的脚腕 直接把梁甩成了印度飞壁 梁狠狠的摔出去再起不能 说实话这俩人根本就不是一个水平线上的 梁这脚报仇雪恨脚 可以改名丢人现眼脚了 梁都废了 这场比赛自然是紫毛赢了 接下来的百人一手项目中 粉毛也是轻松赢得了胜利 大家不用管规则 也不用管过程 我们只需要知道 只要是纸牌游戏 粉毛一定赢就行了 毕竟混迹在赌场的资深老千了 小纸牌还不是轻轻松松拿下 下一个项目是抽陀罗 绿毛和小一上场 对战狱警和犯人小僵尸 男主紫毛和粉毛 一看绿毛上场赶紧分工准备 逼音马赛克屏蔽字纷纷安排上 以防绿毛说出什么不能播的话 三人配合简直完美 谁看了不得说一句专业团队 绿毛和男主混在一起 实力自然是不弱 他靠的不是武力而是模仿力 他看到什么招数就能马上模仿出来 所以打架基本不会吃亏 小僵尸见绿毛这么难缠 直接使出了超级龟派气功 绿毛为了赢得比赛 使出了石破天津拳来对抗 结果自然是绿毛赢了 小僵尸输就输在战位上了 毕竟对拨左边必输 另一边小一和悟空也是打得非常激烈 御长在看台上都要坐不住了 如果此时和小一 食指相扣的是他就好了 温馨提示 如果你看翻看到御长的话 一定要戴好耳机 他的声音会触发 麻剑打 男主呢 快过来逼掉呀 悟空和小一之间的对决 很容易就分出了胜负 猴子对唐僧怎么可能有胜算 最后小一和绿毛赢得了比赛 接下来就是最后一项了 没有什么规则 就是两队开打 谁强谁赢 论武力值 自然还是要派出小一 另一个人嘛 终于轮到男主了 兄弟你再不增加点戏份 我都要把你忘了 和男主对战的是第四监狱的五藏 男主麻了 这不老熟人吗 而且二人曾经也有过节 五藏起手就是杀招 看样子是要把男主捶死 但他真正的目的不是杀死男主 而是想得到男主身上的黑夹锁 五藏猛烈进攻 男主根本防守不住 干嘛这么认真 人家只是个开锁小天才而已 但有句话说的好 兔子急了会跳墙 千万不要逼锁将 当男主再一次被打到墙里 抠都抠不出来的时候 他愤怒了 他觉醒了 他启动了超级变换形态 双手变成了两把双刀 人也进入了暴走模式 五藏一看男主变身了 那他也不藏了 他摊牌了 他会人体自燃术 但是大哥 你这算是人体自燃吗 你这明明就是魔法呀 小一上前阻止 被男主挡下 五藏也和看守他的狱警 小犬娇起了手 男主的三个狱有慌了 男主这么打下去要完蛋 深藏刀具加袭警 他肯定是要被拉去送审 罪名还有可能会加重 于是粉毛紫毛绿毛冲上去 控制住了男主 不让他再动手 但三人根本不懂男主 现在是什么实力 男主瞬间甩开三人 抬手就要砍粉毛 幸好小一感到 使出一招空手接白刃 救下了粉毛 小一见男主敌友不分 很是愤怒 他先是一拳 打在男主肚子上 男主瞬间丧失战斗能力 随后小一对着男主的脸 就是一顿输出 运长看不下去了 赶紧喊小一助手 真是的 不要只打一边嘛 那样脸就不对称了 新年大会 因男主和五藏的暴走而结束 当其他狱警还在生气 没有领取比赛奖励时 小一表示 我强行领了 之后男主和五藏 分别被关了起来 在牢房里 让男主和五藏通话 进行了一波信息共享 男主被三八男套上了黑加索 这个黑加索 除了无法解开之外 还赋予了他 双手变成双刀这种能力 男主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想取下加索 五藏则是被三八男欺骗 说能治好他的自然体质 但其实三八男 只是在拿五藏做研究 他不仅没把五藏治好 还把五藏改造成了 能随意操控火焰的怪人 但是五藏才不想要什么超能力 操控火焰有什么好 以后只能干烧烤 他只是想做一个普通人 于是五藏发誓 一定要杀了三八男 他曾见过三八男 也有像男主一样 从手上长出来的双刀 所以他认为 三八男身上一定也有黑加索 如果他夺走男主的黑加索 再加上他本身的火焰攻击 那他一定可以杀死三八男 至此小一和小犬 也了解了事情的真相 看到这儿我突然麻了 这番不是日常喜剧吗 看之前也没人告诉我会治愈啊 小一问男主 新年大会赢了 想要什么奖励 男主想了想 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想要的 小一表示 他早就发现了 男主根本就是一个无欲无求的人 他越狱只是单纯的没事做 寻找刀疤男 也不过是强行给自己增加一个目的 男主不知道自己越狱为了什么 他也不懂留在这儿是为了什么 话说你又不是光头 怎么会没有欲望呢 小一让男主好好想一想 他想要什么 男主回忆起了和育友们一起生活的时光 他缺失内在 使朋友们弥补了他的生活 随后男主告诉小一 他的愿望就是想要一个机会 一个重新回到13间 13房的机会 这个回答小一很满意 人类必须要有欲望 你看你没欲望的时候 人都没颜色 有了欲望 马上就一键上色了 于是男主又回到了朋友身边 他会继续寻找伤疤男 纸面一切 但小一告诉他 你俩一定是官方CP吧 一定是吧 新年大会的奖励开始陆续发放了 赢得项目的人 都可以实现一个愿望 紫毛这个是货 是让人做了个食摇 披萨还是烤得香 美食还是要分享 厨师还特意给来自中国的梁 做了中国美食 这兽头不错啊 长得很欧派 绿毛则是要了一个游戏机 技术人员不仅做好了游戏机 还附赠给绿毛了一个游戏厅 我冒昧问一下 犯什么事才可以来这里 男主见大家这么开心 他感到很满足 他知道了自己留在这里的理由 不仅是为了寻找伤疤男 还因为有这些朋友在身边 这天晚上男主一个人在海边时 一个黄毛突然出现在他身后 这个黄毛是伤疤男的手下 黄毛来这里 一是确认男主这只小白鼠的现状 二是来这里选取新的目标 男主心中大惊 他的育友们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人 他们不会要变成新的小白鼠了吧 黄毛走后 男主制定了一个计划 那就是他自己逃出南波看守所 这样黄毛就会去追他 而不会把注意力放在育友身上 但他的这个计划 被育友们和小一拦下了 嗨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众所周知 看守所外不是自由 而是小一 这次育友三人和小一 算是有相同的目的了 几个人动手的动手 动脚的动脚 直接给男主摁在了地上 男主讨好失败 关于三名犯人 成功阻止了育友越育这件事 男主再一次回到了他的2B房 他突然感觉这间房很大很温馨 这大概是他们把这里 当成了家的原因吧 第一季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 所有的角色都自带小星星呢 这番最离谱的不是主角团越狱 而是男主去越狱 竟然被狱友劝了回来 这还是犯人吗 这是编外狱警吗 这部发里我最喜欢的角色就是小一 他和狱长是一样反差萌的角色 前一秒刚和狱长说了非常帅气的话 下一秒直接开溜 你们两个都一样 魏毛还不结婚 难道小一和男主真的是官方CP吗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看心情更新第二季 记得订阅我 点亮小铃铛哦 爱你们